这个花生现在绝对比炸的要脆很多 用手轻轻一捏 那个花生皮就全都脱落了 可以说是酥的掉渣 非常的酥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秒飞食物 我是飞哥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圆菊花生 我家里面的小孩呢 特别喜欢吃花生 但是炸的话容易上火 所以呢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菜呢 就是它不用油炸 但是吃起来也是很酥脆 而且特别的香 首先呢我们准备一些香料 准备有八角 桂皮 香叶 花椒 葵香 还有干辣椒 我们先提前烧一锅水 香料直接冷水下锅煮 好的味道煮出来 水开了以后呢 我们把它关成小火 再煮五分钟 把香料的味道全部煮出来 好 这个六杂煮了五分钟了以后呢 明显闻到了一些香味 我们先把那个六杂捞出来 接着再把这个花生放进去泡五分钟 让那个香味呢能够进到花生里面去 五分钟就可以了 不需要泡的时间太长 泡的时间太长了 浸太多的水就很难炒透了 现在的花生已经开始膨胀了 我们要先把它打出来 我们先把花生摊开 先把它晾干了 让它的表皮干了 之后我们再开始炒 放了三十分钟了以后呢 现在的花生表皮变得非常的干爽 接着我们准备一口锅 倒入两包盐 一斤花生两斤盐 把盐炒至60度左右就可以消入花生 接着呢用锅铲继续来翻炒 这个时候要全程用大火来炒 直到花生摸上去表皮变得非常的干爽 接着我们把打捞出来的香料倒回锅里 继续用大火来炒 大概再翻炒五分钟左右 那个花生就会响起啪啪啪啪的响声 就说明它已经熟透了 这个时候我们把火关到最小 再炒个五分钟左右 经过十分钟的翻炒 花生就一点响声都没有了 关火了以后 把花生放在锅里面 让它自然放凉 接着用捞泥抖掉多余的盐 我们的盐菊花生就做好了 这个时候的花生是非常酥脆的 而且特别特别的香 这样做出来的花生比油炸的要健康 不容易上火 盐菊花生现在绝对比炸的要脆很多 用手轻轻一捏 那个花生皮就全部脱落了 所以说是酥的掉渣 非常的酥 非常的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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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 好了 如果大家喜欢 可以试一下这样做 可以给小孩当零食吃 也可以拿来下酒 本期视频呢 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